你这都是新东西 没事得放个味儿啊 怪我怪我 把水都搬砸了 不过昨天下午 他还让秘书给我打电话呢 这才半天时间呢 是我哪儿露出破绽了吗 你说会不会是我之前 银行那帮人 背后捅我一刀 行了 你别想了 跟你没关系 说不定的就是张立新 灵光一线呗 有点意外吧 他意不意外 我是担心张立新苟迹跳墙 回头窜到你姐 把那块地给卖了 到那个时候 他给你打个措手不及 晚上你睡上班 还是我睡床 太太 别着急上火了 吃点东西补补身子 我真是心上了 吃什么都没有用了 那要不再给赵总打个电话 没有用了 这个劳谷已经决地反击了 这公司要起死回生 他是不会再理我了 我怎么那么傻呀我 为什么我不选择要股权呢 每次都选错 我败了败了 我跟我这辈子我真的是败了 张总接了 你在哪儿呢 我一直找你都找不到 那天我话是说得重了点 你还记上仇了 那我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呢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回头仔细想来想呀 我觉得你提的那个方案特别好 我不要那一半钱了 你把股权分给我 你拿着卖地的钱呀 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去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救活这个公司 喂 怎么着 现在连这个让步都不愿意了 你有病吧 蒋绵绵 张立新 是我主动打电话来给你 你 你有没有搞错呀 老二来之前只有我能救你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